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每周六晚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我在高中期间就移民美国之后就读U.C. Davis 从事教育咨询工作至今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今天请来了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职业规划师Ben老师 同时也很荣幸的请来了我们的学生Max Song和他的妈妈Julia 来跟我们分享如何进入最好的文理学院 Hello Ben,Hello Max,Hello Julia 大家好,本期讲座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由Ben老师来讲解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文理学院 什么样的学生又能拿到文理学院的录取 第二部分是学生访谈由我们的学生Max 也就是现在就读于全美排名第一的文理学院Williams College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申请经验和就读体验 最后一部分是问答环节 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那么在今天讲座开始之前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Enlightens Enlightens Education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基于对美国大学生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的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座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 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我们的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 学术辅导 标划考试培训 还有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大家晚上好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理念是现实的理想主义 就是借用了MIT他们办学的一个理念 就是think big do small 就是你要有个非常扁大的理想 但是你每一步的话要做得非常细致 所以我们不会再追求一个宏伟的目标 而不去做的实处 这是加州比较左倾的这种教育理念里边 他会犯着一个问题 因为他没有工作经验 不知道生活不易 所以他会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些抄脱 所以说我们这块是避免的 我们是比较现实的一般教育者 但是也是有理想的 毕竟每个孩子在美国长大 他们是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不像国内有很大的就业压力 在美国只要大学毕业 随便找个工作 出了家湾区和纽约 我觉得都过得挺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理解大部分申请人 因为我本身的背景的话是起步比较低 出国的时候从读语言开始 然后年龄也比我同届的学生要大六岁 所以我更了解那些学习不太好的孩子 那些痛苦和纠结的地方 当然学习好的那就不在话下了 对吧 那更轻松 第三个呢 我就是告诉大家 个人特点 因为我在想有些东西的话 要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可能有的家长比我还多 但是我个人的话是关注了337个公众号微信 就是定期会商量会加一些 根据他们的发文的状态 更新的话 我基本上每天会花几个小时看微信 这工作使然嘛 我们要找热点 要找和家长最相关的一些教育资讯 然后再用我们自己的观点给家长一个解读 那家长在今年到处都是新闻爆发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个比较笃定的心态 因为研究新闻的就一个特点 这个是我过去在Portle当经理的时候 有一些经验 就是这个家长的这个可能财富吧 我觉得就是个人资产 首先资产不代表幸福 这个要说 但是呢 家长我接触资产越多的 他信息敏感度越高 新闻工作者除外 他们就是工作是干这个的 像我们这个也是类似的 我觉得就是让孩子关注新闻 看中间的 左边的右边的 都要看一看 不同的政治立场 有多方面了解 这样的话 孩子会对信心的敏感度比较好 然后呢 他会在未来做一个很合理的判断 举个例子吧 我一个学生在南加 读排名第二季三的一个Bording School 他就不想回去嘛 他觉得就是 因为一些原因嘛 他不想回去有感染的概率 后来我和他妈妈就是分析了半天之后 我决定就说让他回去 因为一直关注墙外的新闻 墙内墙外的新闻 所以说你会发现 好慢随时可能停 那是在五个一取消之前的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 或者孩子呢 还是成功的回去了 没有买天价机票 然后呢 现在在国内也挺开心 因为国内疫情相对稳定一些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文理学院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对文理学院不是很熟啊 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表格 排名前十几的 他们学一个特点 你看学费基本上都是五万五左右 然后住宿费的话差不多 都在小地方 他不是在大城市 费用的话七万多 实际上比芝加哥那种还是 哥伦比亚还是要便宜 但是和正常私利差不多 他们的人数非常少 加上看一下 他的人数甚至少过一些高中的人数 只有两千多 录取率的话也是比较低 十几左右 然后平均毕业率非常高 不是说他水 是因为他录取率很低 学的学生就已经是非常强 你像一会我们分享的 麦克斯给告诉 他本来在学校里边 外区非常强的一空里里边 学习起来相对比较轻松 群体还是很吃力的 师生比大家看下非常的合理 一比七一比八 然后他的分布 大家看一下 其实西海岸文理学院不多 文理学院成立 是和美国经济的发展 是有关系的 东北部比较多 就像滕孝一样 在东北部 美国历史的发源地 我们加州有十一所 最著名的五所 在南加州 在加州理工 巴萨迪娜那个区 他们叫五校联盟 他们在一块 他们各有特色 排名都特别高 还有一个女校 他们有个优势 如果你在里边 拿一些理工类的课 你可以去加州理工上课 他们是共享资源的 昨天有个家长问我 就是说 那我孩子想学 想学科研类的 但是他自己本身 就是大学教授 他说 那他们是没有那种 大学仪器设备的 因为他们是学光学的 后来我说没事 我说你不用担心 文理学院有这个先天 因为他会和当地的 一个中文学大学 一般是有连接的 东北部 Amherst College 他和麻省大学 Amherst分校 是共享一些教学资源的 就是文理学院 教学资源 他们非常有钱 然后他们也有 非常强大的network 可以让你共享 还有那个非常知名的 一个Bernard College 在哥伦比亚旁边 就是据说 是哥伦比亚隔壁的女校 当年成立的话 是给那边配对了 找那边 找对象 然后当年 京东的 京东创始人 刘略强东 他太太也是那边毕业的 那个学校和 各大是有三加二的项目 所以老大路 那个学校就会说 他是各大的 因为那个叫Bernard Colleg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学校大家可以关注 排名不是很高 录取率也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就看 他是女校 就看家长的这个诉求 然后文力学院的优势 小班刚才提的 他课不特别少 有一些学校 甚至有一对一的 这种导师制 你可以自己选一节课 老师单独带你 在疫情危机的时候 家长敢想象吗 大家知道 伯克利最多一节课多少人吗 61A 那些CS必修课 去年是 去年这批吧 是到了2000人 然后后来的话 大概最后是1800多人 到最后的话 可能老张就就drop了 但是那节课到过2000人 大家想象一下2000人上课什么感觉 我在西雅图华盛大学的时候 上过一节435个人的课 媒体传播 当时我们去的话 每人一个遥控器 然后呢 达到 我们就是达到 拿这个达到 然后呢 我们分到那种TA session里边 大概每个课堂里边 有670个人 实际上体验是挺差的 因为我的硕士研究生呢 是读了一个纯私利的 而且我们没有本科 所以当时能感到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然后钱多呢 我就给大家具体看吧 这个呢 是2019年最新的统计 就是大学 他的那个捐款 除以学生的人头 算了 每个人身上分的资源多 这个呢 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 首先要看 普林斯顿哈佛这些 你看前面这些藤校 他们包括那个MIT 他们是有大量研究生的 你像斯坦福的研究生的比例 不比本科少 而他们是大量占用资源的 他们的科研究非常地高 本科就相对小一些 所以他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 如果你纯本 纯粹是在比本科剩的这个资源的话 没人比个没人比得到武力学员 大家看一下 Permontal College Swartemore还有Williams College 他们人均的学生资源是100多万美元 所以这个的话是公立学员无法比拟的 具体的细节呢 Max给大家分享 如果家长是想让孩子学一 学法律 甚至是要学PhD的话 公立学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当然根据自己的家境情况 如果你没法qualify 反正是A的话 那你就取先救国 如果你是能拿到反正是A的 或者是你愿意给孩子贷款 让孩子自己努力工作去赚的话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因为公立学院很难拿到 那个好的推荐性和优质的那种实验资源 然后再回到这个点 就是什么学生合适 适合读的有几个 就是如果你是小班智 那我觉得孩子非常有主见 如果孩子没有主见的话 他没有很强的对于那种求知欲 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 去那么好的学校 我觉得是浪费的 他还不如去公立 花更少的价格 去通过不同课程的碰撞 因为他每个课也便宜一些 去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种小班受课一定适合 我非常有目的的 那我觉得这个这节课 适合我将来的发展 我去explore 因为这种课强度非常大 你当当一个班里边 只有五六个学生 七八个学生的时候 那你不能偷懒 你上海要读大量资料 来prepare上海那种debate 这是文理学院的小孩 毕业出来 一般文笔比较强 那种演讲能力也比较强 是这个原因 因为强度非常大 然后钱多这个就不要讲 就是每个人拿到头上 那个resource非常多 综合大学没法比你 因为他们大部分 就在博士生身上 然后就业 就业比较有兴趣 让大家看一下 在这 这是排名第二的 阿姆斯特学院 在国内叫阿莫斯特 他有80%的校友 叫查文件显示 他们是去读了研究生 和职业的 学生就是法学院 医学院 MBA这种东西 大家想一下 这个比例非常高 美国大部分是不读研究生的 美国现在非常希望 中国能打开边境 大使馆开始 让留学生去来读 为什么 两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 华尔纽约时报 专题报道非常长的篇幅 蔡亚文一个中国留学生 纽约大学的工程学院 是当年纽约大学并购了 那个纽约理工 然后呢 那个学校是在 Brooklyn 单独有几个楼 他就理工那档工程学院 那学校比较水样 容易近一些 然后那里边呢 他们统计过80%以上是国际学生 这80%以上 80%以上是中国学生 美国人他本身本科毕业 已经欠了很多债 他大部分是不读的 所以说你看文理学院 他就给那种professional school 准备的 所以家长如果说 调整允许我的孩子 对学术很有兴趣 我希望我还会培养的话 文理学院是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这个呢 毕业走向 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培养的能力 很多时候的文章会报道 那个投行特别喜欢文理学院的 因为他们写的写东西可以 实际上任何一个行业 都需要那个文笔比较好的这个人 他的沟通能力 他的分析能力 实际上家长在美国 说我刚才教育都理解啊 美国大学边教的东西啊 实际上都是知识 他是会过时的 他一定会过时 而你在工作中任何一个行业 你进入之后 你都会要重新学习 文理学院培养这种高强度的学习能力 实际上就是你在工作中 表现这种能力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 你不可能在学校里边 有一比一的 对等这种教学资源 可以和他stay up to date 所以这种 这种现实造就了 文理学院培养这种能力 给孩子培养了那种沟通能力 分析能力 怎么和团队协作 团队协作在工校里边 几乎不可能举个例子 我那个435个大课 我当上课的话 我的邻居啊 每天都换 我本身是国际学生来的 我本身英文就没有那么好 不自信 然后年龄比别人大 所以当时就是经常换 你特别干嘛 就你找不到自己的partner 所以你就学的时候 你是你是没法学会团队协作 我在美国读四年 本科学会最多的团队协作 是在篮球场上 是和那些人打球学的 如果不打球的话 我就在家宅里边打游戏了 所以家长一定要慎重 就是如果你孩子慎重 协作性的 配合度比较高 这个小的学校 不光是文理学院 小的私立是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将来他去工作的话 他除非做科研 他大量需要团队协作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 这个就是正常工作会遇到的 work ethics 这个我就因人而异 他这个也不是很全面 然后这个呢 就是讲 美国文理学院毕业生 大概只占美国大学毕业生 4% 非常少这个比例 但他竟然占了财富500强 9% 23%的诺贝尔奖 然后还有美国总统 当然这个数据是有这个导导性 但是你能看到这个非常强 因为文理学院也不是多好 我们个人认为前40就可以了 或者前30 剩下的也不太值得读 因为有很多好的私立学校 和UC都不错 然后这是排名第五第六的 Swasmore的Alumni 他们就说他们毕业之后 去读的研究生 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 都是非常顶级的学校 所以他们是feater school 这个你不要觉得是 他有这个reputation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点 他们有高强度的写作和阅读 还有这种分析能力 让他们孩子化 GRE都考不低 包括他那种沟通能力 还有推荐性 推荐性非常关键 大家想一想 你去UC上大学课 我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推荐性我就很费劲 因为我大学四年 课程少于60人的课不多 和教授关系好的也不多 但是私校的话非常容易 你像我在读第二个硕士 我去读宾大教育硕士 马上去读的时候 我拿推荐性非常容易 我的研究生的导师非常强 我这些办公室找他了解 因为我们需要非常强 所以家长要考虑 长线考虑 经济调允许的话 都有这几个option 功利也可以考虑 但是要看 这个就是排名第一的女校 我们今年有个学生 进了是南湾的 3.4 3.5的GP非常低 我们1D做进去了 是WinList 也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希望以后 你就和大家分享 然后这个 他有96%的学生 要不就找到工作 要不就去读研究生 他肯定是有事干的 这个比例非常高 加上要注意这个数据 当然这是学校官网 楼下来的 那些是专门做给大家推广 但是有非常好的说服力 这四个点 如果您符合了 您的孩子可以考虑 甚至考虑 读不读 你要看奖学金 或者你家庭条款是定 因为有的家庭孩子比较多 那可能就要慎重一些 孩子要自知之明 家庭输入 你要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就业 你将来有特定的就业行业 投行 政府 你要读那种 法律相关 还有金融 写作 传媒 人文类的 理工类的话 慎重 理工类好的文学特别少 那个Harvey Mudd 实际上他主要是 接触靠太子 他招的人特别少 其他学校的话 理工科学稍微弱一些 医学院非常强烈建议 因为我们Max今天分享的 主要嘉宾 就是这个点 然后Max是我们上一届的学生 他暑假之后 他会就读 Williams College 第一条Max我来介绍一下 后面我让Max自己介绍 我对这孩子出奇的印象 就是父母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我们在办公室见 孩子的话非常的懂事 非常的孝顺 孝顺 为什么能感觉出来呢 就是他在拿到这个UC Berkeley的录取 还有那个Region Scholar Williams也拿到了 但是他就是 真的是父母拿枪逼着去的 C Williams College 就是大家讲的很神奇 为什么孩子明明参观了 很喜欢这时候 还是放弃 不是因为他在Burk里当过TA 实际上不是 这个体验很明显 Burk里那种感觉 和那个Williams College完全不一样 而这孩子真的是 想你父母省钱 虽然父母不差这个钱 然后呢 希望在家里边能照顾弟弟妹妹 他有两个弟弟妹妹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难得 我觉得和父母家就有很大关系 所以我今天还是很高兴能够请到我们的学生代表 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代表 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代表 Max 大家多分享 Max 你愿意介绍一下 你愿意介绍一下 Base on the slides Oh yes So my parent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of me And they've definitely shown me Unconditional love As well as providing m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o that I could grow And they showed me such generosity and compassion That it really showed that Even if I had a safety net I would still want to work hard So that I could provide back for my family My community And that generosity and compassion That they've shown me Really motivated me to work hard To become a doctor And pursue a degree in medical school And help others through being a pediatrician Even if that pay isn't very well suited For the kind of academics I do I still want to give back In the most efficient way I can Thank you Max Max Max提到很早一点 他当儿一啊 当时我在讨论啊 父母就说 你说你花那么多钱 费那么多时间 你就选一个收入最低的而已 对吧 你可以做那个外科医生啊 脑神经外科 你也是救死扶上 你为什么不选呢 而且有这个能力嘛 Max说句话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震惊吧 因为大部分就是孩子 还是没那么成熟的 Max说这个孩子在年龄小的时候啊 给他很好的这个健康方面的教育和理念 养成好的习惯 那这个孩子将来生命 能开始有个低 对吧 他整个家庭都会受益 然后因为我的孩子比较小 在美国看儿一 去凯尔的话 我感动身受 这个儿一首先在小的时候 你的孩子睡眠 他能给你调好 他给你好的建议 他不是误导 对吧 然后呢美国医生他比较喜欢教育 就是你技术打不好 孩子将来的话已经对问题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就是你想儿一赚钱最少 而且也要花三千的residence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很感动 孩子不公立 孩子想的就是 我怎么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的思想的成熟度呢 我觉得我远超很多同龄人 这就是大学在看的 家长一定要注意啊 思想成熟度是大学看的 你在面试和文书里边一定会露馅 即使你让人带写 因为不匹配 因为你的文书可以找人写的特别漂亮 但是你的推荐性老师没有那么高的评价 这个是我一朋友要提到一点 Max, I got a second question Why did you finally choose Williams College? I know you try to save money for your parents but I think your dad would bring you to Williams College for a visit, right? And then what's the moment that you said oh my god, I want to go ther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Williams College So going there I was able to talk to some students as well as some professors and from them I was able to learn that the community there is very small however, that does mean that you get a lot of time with your professors it means you have a very tight-knit community and you get to speak a lot of personal one-on-one time with them during office hours and that was the kind of learning that I think was best suited for me because versus a UC which is a public school system I was able to get a lot more attention and I think it really showed that my education would be worth it with the money that I would be spending there I think the third thing I would be wondering is you can see the slides you see there's a gardening there's cooking there's baking so when we first met I think that you are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kids we are had like you're pretty tall like either 5'11 something like that like we are similar right? like you are captain with wrestling team but you're like cooking right? and I think you're also a chef at a Japanese restauran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your hobby? like because high school is kind of a lot of pressure your school is kind of tough so those hobbies make you less stressful or something else like why you keep doing all those different things aren't really doing your academic I think that they're a way for me to build my passion within growing things and it was really useful when I was trying to get into a research lab because they really were looking for people who had developed that kind of talent with working with their hands as well as growing things in fact that's how I got into my current lab position at Williams because there was one professor who said I think the closest thing I can say to the work I'm doing is cooking because you're following a recipe following a procedure and so that kind of following steps and procedures was really useful when I was applying to those lab positions and it was also a way to relieve stress and as you said with all the activities I was doing it was really a way for me to spend my free time in like a productive way okay thank you so in terms of I'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role as a Japanese chef so I just try to learn how come a high school kid can promote from a bartender to waiter and even cook that's pretty tough right not just a lesson like tempura like Japanese restaurants usually they have a high standard but tell us more like how you can impress the manager give you the room to grow so similar to growing within any job position so I started out as a busboy and someone who just cleaned tables and from then on whenever there was an open opportunity to learn for example someone called in sick I would always be the first one to show up and then I would say I'm willing to do that work and I just want to learn and from then on they just kept giving more tasks and once they found out oh we have someone who's leaving the position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as a new role as a chef I was the first person they considered because I already had a lot of skills they wanted and so I guess the biggest thing I had was the ability to work as a team and talk with others as well a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yeah my bad it's not a button it's a busboy so I meant to have a two-word 大家家长可能 有些家长可能 他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 busboy实际上 如果你在餐馆 因为老家长都是高科技出来 他没有打工 busboy是最低端的 他只负责收多的 上菜 他没有资格点单的 他连点菜资格都没有 我觉得Max很厉害 他的高中学业那么忙 然后我想问一下妈妈 就说 你们家调整很好 你看每个小孩 你们就是希望他们去 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 将来没有后顾之忧 但是你说的一点 我特别感动 你就说 孩子就有放心追逐的梦想 不管是从政 还是学医 还是做任何喜欢的 将来如果他真的是混不下去了 那他去沃尔玛工的都可以 我觉得这点 真的是我从来没听过 我觉得这点就是 你是怎么会有 是有想法的和爸爸 一直都有吧 因为我们俩都是属于 移民到美国来 然后得慢慢的找工作 然后生孩子 尤其是像你爸 你从20多岁开始 30岁开始 像我生Max的时候 我30岁了 那后来你就赶上说 你的career该怎么往前走 然后呢 一个接着一个孩子 又生又养 对吧 你在公司里 这边我们都没有老人帮忙 一直就是我们两个人 所以说 我就觉得说 在工作上 如果你想往前走的话 实际上 这个妈妈牺牲还是挺大的 因为至少在提升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放到 百分之百的努力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是吧 然后你家里老有事 你孩子小的时候 家里老有事 因为不是这个病了 就互相传染了 然后呢 爸爸总是觉得 自己工作比较重要 是吧 你像当妈妈都知道 一般是一个孩子病了以后 两个就都病了 两个病完以后 那个刚好 这个又病了 所以大概在 一岁两岁 一直到四五岁 我就觉得 就好像在单位里 就没消停过 就是我都觉得说 人家manager 对我真是不错 觉得说 你就没完没了了嘛 后来到了 我快四十岁 我生五加三的时候了 当时又已经在 职位上吧 就是已经做得还不错了 所以当 所以就在想 last call 这个还要不要 要的话呢 就最后一个 所以当时我决定 要这三是我自己想要的 那他呢 对于我工作来讲 就那个时候 工作已经确实 established 确实是已经做得不错了 那然后 就在想 我们这一代人到美国来 实际上 更多的时候 是为了生存 然后才是生活 对吧 然后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 到这边来时间短 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 你看 九十年代末来美国 那时候家里 中下旬吧 我是九六年来美国 那时候实际上家里 是完全没有钱 完全靠自己 那一直是有这种 强烈的不安全感 我就跟我们女儿说 我说 其实 你们应该追逐梦想 最主要就是因为 你要是失败了 我跟你兜着 我失败了 没人给我兜着 所以说 我做的每一个move 都是calculated 可是你不需要 你正是有这个想法 我就在想 给他们每个人都放一个 最低的生活水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 特别全力的追逐 自己的梦想 看看自己到底 到底有多大能力 对吧 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那我们生他们也不是为了 给我们养老 所以说 我没有什么 指望回报的想法 那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吧 你 πάf 犊美 eating 大学生性 Celebrity 大学生性的过程中 对吧 我们是在大学生性的过程中 我们是在在大学生性里面 我们是在在大学生性的过程中 对吧 刚才是在大学生病with like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like a dragon boat right and then wrestling all those activities work what keeps you motivated to do all those activities so many activities because you didn't have any help I never heard your mom mention any to any boot camp you did it all by yourself street a 1530 I city one shot right and then you apply all those summer activities so what what drives you to work so hard so first off I did what I loved so I really found love within dragon boat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from there I joined wrestling so that's how I got involved in those two however for the academic portions I think what drove me was the fact that I really wanted to be a doctor because I always grew up with generosity and compassion in my life and I wanted to show that to others and one day during wrestling I myself got injured in my leg and I had to go through intensive care within the medical system and the type of generosity I was shown there really cemented my idea that I wanted to become a doctor in the future and that idea of giving back to others the way they had given back to me really drove my academics further on after that in junior and senior year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my parents always supported me and they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really meant that I could do whatever I want so I did choose the activities I loved so it was never really worked for me it was just the idea of I love this so I'm going to keep doing it and then I found leadership roles I got more involved I got better at them and it only became natural when all those activities became secondhand nature to me I think you have two captain roles one for dragon boat another for wrestling um like first impression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I feel like you are like those kind of person never become a leader like you're too nice like easy talk to easy going and then very warm hearted why why you pursue this kind of leadership role because you mentioned your school need to vote right it's not the coach opponent or the captain like what motivates you to pursue that leadership role and then how you uh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so I'd always been doing background stuff so for example even when I wasn't a leader I was doing the most in terms of advertising our club attracting new members as well as helping out with teachers so similar to what I did at my Japanese restaurant job I took on more responsibilities than was required of me just because I loved helping and so my niceness came in handy there just because I wanted to help other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hen when leadership roles are coming up I put my name in the ballot and people saw that I'd already been experienced with that so my actions shown through beyond just what I was promising and my personality and they said that I would be well suited for the role and they unanimously decided me to become those roles well unanimously for both uh yes for both actually because there was really no ill will with me towards anyone so I was unanimously voted for both positions I met some kid like they're in business major they're kind of aggressive they dominate competition so like you mean something like that like you want to fight for those uh like quiet ones yeah yeah so some people use power in order to amplify their own voices to get change done within organizations which is goo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is I know that there are others who may have a voice but they're too quiet or they don't want to say it and so I wanted to use my power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s a leader to amplify those voices that may be marginalized or not heard because I think those inputs are valuable to any organization in a project and they really help us grow by letting us consider diverse or unconcerned possibilities 好谢谢然后朱莉我想问一下就是max这么优秀啊你们你们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学区啊你的朋友因为你们也是名校毕业的国内下出来的就是他们肯定天天讨论啊名校同校这个能爬藤这玩意 就是你怎么能够保证独善其身呢就是不受那些闹造语的影响因为都是孩子你也是你家老大你肯定希望这孩子们优秀去很好的学校你首先你是怎么保证在这四年里边没有被周围所影响这第一个问题啊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们决定哎到最后你觉得哎我觉得有必要找人帮忙了就后来我们联系了嘛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你回答一下谢谢对我这个这个我得说一下就是我们是全放手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max一直也只是对UCBurk和UCLA产生就是就一直说他有兴趣那我们呢也是觉得他恐怕也没有其他的想法然后呢可能又是喜欢人家里比较近一点所以从来没想过去push他去干他自己不想做的事从来没有过那后来怎么能读善其身呢主要原因是我不用微信吧我没有任何微信群这个你这个和另外一个微信是我唯一就就这两个微信群从来不加入微信所以我也不知道别人都在爬藤说实在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为什么去你们那儿这个这个故事还真的值得分享是因为高中三年从来没见过他们counselor从来一次没有到junior year大概五月份学校大概六月四还是三号就开始结束了吧我五月二十号我想去一趟学校我跟max说我说你跟那个counselor去约一下我说因为我想问问别下去去选课的时候别最后一年了别少选一门课毕业不了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然后呢五月二几号max说行你去吧然后呢我当时还想这老师一个人家的 中校一个老师一个counselor过两百多个学生好像是是吧两百多我还想老师可能不认识我还得把这个名字先写好max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先写好结果我去了以后老师那个counselor特别热情的跟我说说哎呀说你家max是我这个手上的两百多个学生里面最好的然后说那个你考虑不考虑让他申请MIT我当时都晕倒了我说MIT这仨字和max可能不知道这仨字代表什么 我回来以为果然不知道MIT什么意思后来呢可能还以为是以为的是哪当时反正M肯定没认为是Massachusetts所以当时呢我们就知道他可能不行然后我们也没想后来他回来呢我们当时对他考了考试呢也是不听话的我说你考SAT你准备一下不准备然后第二天去考了前天晚上翻版书做了两套题考了才考了1530吗那不高那不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考一次吧他说不考那就不考吧后来想那考个SAT ACT吧他考ACT一次就考了36所以这个是满分后来我就想那时候都9月份了我想那我再去学校去跟老师再问一下既然他他说这个max还MIT我说咱们也别MIT了看看还有啥其他想法不我就去了以后呢老师说啊ACT36啊说那个你是应该让他申请一下你到处问一下所以就那一瞬间我才想真的是应该试一下吗然后那一天说完以后才请我老公请他朋友给你们介绍的当然是你们介绍以后我们俩回来我跟他爹俩人回来 就提呼灌顶觉得哇学校是这样的呀不知道啊从来没想过那时候都已经9月底了你想10月初的时候就开始10月中旬还是10月底就early的吧我们是完全不知道也完全不懂而且Max那个时候正好受伤了嘛他是Junior的那个1月份还是2月份腿扭伤了以后当时做了一个很大的手他这个半月板整个翻过来了所以说他有好几个星期就是完全躺在床上不能动的当时呢我 你说我心也是大好我也没想过说后来别人跟我说中约1月成绩特别重要他当时选了六七门AP课我根本就没想这些事我当时就想着说什么时候能走路啊然后就没想说这AP到底先到我女儿AP了吧我就特紧张这成绩不行啊然后到他我就真的是没想然后结果人家你像他这数理化就数学什么化学这种课都不是A好都是100多分的那种就是T-MOT好就不用去依然可以拿A的那种就是他成绩确实是好那当时呢我们就发 他确实因为成绩好吧至少学习不费心你wrestling的话你想一天四个小时而且他们wrestling是前两个小时体能训练后两个小时对抗性训练回家从三点到八点回家的时候那人整个是虚脱的那车得开着车窗否则那气味没发闻你知道吧所以说呢就说到这个意思是想说当时呢我们就不太知道嘛那也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什么都太晚了是吧然后呢他的身体还正在恢复期间当时我们就10月份了10月份以后Max 还是坚持要回赛场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跟医生说的什么医生问我们说说那个说说wrestling来讲说Max how good are you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是不是想准备拿全国冠军你也就别再摔了你这个伤害真的是需要恢复但是他是在9月份就9个月之后经过这个physical therapy他又重回赛场我觉得这一点我我特别佩服你要见过wrestling两分半钟的一个session你一定会觉得做家长比这个孩子本身那还需要勇气呀 那摔的那是分分钟就你一秒钟被看你就已经倒地了人家按着你肩膀数两下就开始就就结束了我是真是通过Max这个做wrestling我就觉得他不论上什么学校他都会成功因为他具备了所有成功需要的要素我真的我这么说觉得杰子生哎你这是吹牛话但是我觉得你看又诚实又又ethical对吧然后呢你说又有这些优秀的条件然后你对人又好然后呢有意你能吃苦你说 当医生又会考试是吧这个也不能不说那后来你们当然一说以后呢我们就回来我跟他爹就一商量觉得真的是醍醐观点所以当时我们俩其实就是想说ED Williams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对他特别合适因为他本人吧你也看他的性格他不是那种说哎我机会你看UC Berkeley吧机会特别多但是呢学生他也多Max属于第二眼的第二眼美人就是他第一眼看上去他不是很有才能的那种你得了解他你才能知道 哦这是也许是一个有才能的人那到大学校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有机会人家别人可能不会有机会没有时间给你让你来救你的才能所以当时我听你们这么一讲就觉得哎反正将来想学医Williams看来这个条件这么好但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所以说这个是当时就是 回来我们其实就商量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商量好了但是嘛我们听你的口气呢又觉得说恐怕也没啥期望了所以回来呢就觉得那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UC Berkeley跟UCLA先保底保好啊因为毕竟Max他除了这两个体育运动来讲了并没有说像我们华人家长经常有的像Cosmo啊像其他那个亮瞎眼的社会活动完全没有他就是真的就是平和特别诚实然后就没有别的了然后就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义 这这点那个Julia你提特别好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就说那个Max怎么觉得啊当时的当班生的那个当时你们当自己生的那个Prinston和耶鲁也不行吧当时我们为什么孩子很优秀很优秀为什么我们觉得就没没戏呢是因为这个学校呢他找的人呢都是一定是各行街的奇葩一定是pointing一定是pointing他绝对不找well round的Max非常well round的干什么都行他找那种pointing举个例子他如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wrestling他什么都不干那他一定会做特别好找coach各方面都可以对吧但他没有 他是他是平兴趣我觉得这个很关键想进那几个啊要不你本来有才能要不真要八层皮就是很难说走心能走到同校其实很难那种大才太少了因为竞争太激烈那个名在那吧但是我觉得从Max反处来讲我个人觉得Williams College特别适合的科研的机会啊要比Prin好刚才你也看了Indormant per studentWilliams College是高过Prin别的很多的对不对那个学校所以我觉得呃也是也是他们实惠但是当时还有意思啊当时在结果出来之后我和妈妈打电话 我说呃就是说结果我说有可能录得就Williams College了但是一说录的话我们没有特别的虽然我们也做了一个工作但是我说不对我说Max Williams College也应该选不应该这么顺后来我就问我说Max你的推荐性怎么样后来Max就说你应该我说说他的推荐性是他的老师说他是这么多年教学里边最好的一个Max I got a question for you then so how how can you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public teacher right there's so many students like one to five hundred maybe one to even more and then you said the teacher is a chemistry teacher right he he's a former major like you pursue chemistry or bio so like there's so many kids how come you can build your presentation with him so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to realize was that I first got to know him as a person rather than a tool like I first tried to know him not as a final plan of asking for a final recommendation letter but just knowing that I wanted him to know me because I'd been in his class and his tests and class was always really fun for me so I would always stay behind and talk to him and then the next year I became a TA for him and that's when I really got to talk to him more about stuff I did beyond just chemistry I told him about my wrestling dragon bow all the skills I had built up what I was doing and from that just casual conversations every day he was able to learn a lot about me and I think it really showed in his recommendation letter about my character and who I was uh thank you Max I think Max if you're your parents if you're your parents if you're your parents is受 that your parents'影響 they're if you're their parents if you're their parents they're if you're their parents if you're their parents 甚至MT that's Stanford that's Stanford 哈耶普斯瑪瑪这种好学校去培养的话 you just have to get two 你就要抓两个activity one to two 突出少几个当然这个就违背你内心了你的生活不会那么丰富多彩你是可以的 推荐性的话我在座的家长这100多个家长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还真的要冲击威廉姆斯或者前十的文理前二十的private school 你的推荐性要非常的好呃大家记得一两年前那个哈罗斯特吗那个亚裔组织联盟去告哈罗斯特定名单内定名单他们有运动员加分 但是有一点他们找到一个第三方证据他们总结了大量亚裔学生亚裔学生的那个 Lateral Recommendations Not just Chinese 东亚这边华裔他们就发现普遍性的推荐性评价比较低 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他上个比较快 I don't know what he is thinking he never asked help 所以说所以说就是这个是哈佛没有输官司的一个一个一个关键证据 就是不是我们歧视你是你们高中老师就觉得你们不行那我为什么要给你加分 因为推荐性的话他也是打分的一分最高五分最低运动员一分是国家级的五分是学校打着玩的他有评分系统 所以说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们定的私校不要寄希望于我们啊我们是我们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帮你在文书在那个strategy在选项方面做到极致但是推荐性如果你提前没有build up 你是临时报复叫找我们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推荐性非常关键我们有后院起火的推荐性后来我们就问他就说啊推荐性肯定不好 他就不认识了甚至捣乱所以这些我觉得家长一定要慎重啊这是一个综合的 Dynamic一个 process不是哪一个方式做成的 啊 so max another question for you uh so you are a very excellent student you got a very good score dpa so during the call application process um like which part like your counselor is meaning Obinata right she was abc herself um which part do you thi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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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help the most for the ac part and even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like your activity list how to describe your activities and how to choose the ac prompt how to make the ac like more presentable so the question is which part I needed the most help on yes oh yeah uh the question I need the most help on was bragging about myself because I'm such a humble person that I it was really hard for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and the accomplishments I've done however I think with outside help it was useful because it provides a chance for you to talk about yourself to someone else who's asking about you and so it provides like a conversational format that I think is easier than trying to just write down everything in an essay and also I think with me and it was really easy because she was such a nice person easy to talk to and it was just more of her just trying to find out more about me rather than me just bragging really yeah what about actually because you have a lot of activity right you have uh you have the Japanese restaurant cook you have a TA you have a UC program activity you have like a zoo zoo like so interesting like when you and Minnie work on the active list did you learn anything new from her like which part did Minnie help you on the active list I think the activities list she really helped me in that I was able to figure out how they all connected and so I thought that they were just service level activities but with her help she was able to point out you know they all have a running thread in between you really like to work with children you really like to work with education you really like to work with helping others and like I had never put that much thought into it just because I just did those because they were fun but she helped me figure out why I thought that was fun and that was a really useful in terms of how I wrote my essays from then on thank you 我觉得Max提的特别好的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总结 因为只有学生的反馈能够我们一个更好的自我了解吗 实际上我觉得好的过问就像一个厨师一样 假如说这个孩子每个人材质不一样 但是好的厨师会找到材质本身的一些属性 他有不同的方法来烹饪这个东西 主要大部分人可能就是egg就是普通就是鸡蛋 但是有的人可以把它做成米其林三星的鸡蛋做法 有的人就煮一煮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家长一定要看清就是每个孩子的天赋和气点不一样 但是真正好的counselor不一定是我们是最好的 可能有更好的 有一点就是他要尊重孩子的authenticity 他这种原生态 因为他这么多的经历走下来的话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对世界的认知 他接触的媒体 他读的东西 他的所有的这种和社会的互动 产生他的这个独特的个性 这是大学要的 没有小孩一样的 我们过去有至少五六对的双胞胎 中国人印度人都有 没有雷同的 他们都有不同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挖掘的 好的过问更像一个教练去引导 孩子去把这个最好的一部分展现出来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问一下那个 朱莉亚 然后就是三个孩子 你的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就是你怎么balance 因为你们也工作很忙 你要照顾三个孩子 你怎么make sure 你的因为有的孩子确实需要 需要你的介入 对吧 咱不能光光放眼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你怎么就是说你在parenting上 你的心得是什么 然后你就从哪获取这方面information 这个还真不知道从哪讲起了 就我们家女儿跟她哥哥完全是两种人 总的来说就是作为家长吧 其实对学校其实我还是挺了解的 虽然说你看我基本是从来不干预他选课 但于学校里有什么课 老师怎么样 其实我还是心里有数的 我大概在麦兹上学 在Law High School第一年的时候 我是在学校做了一年的PTA那个volunteer 所以我在career center 我对他们学校这个什么学校 来他们学校做这个presentation 我都是知道的 然后后来呢 我虽然不是跟着疼吧 我是觉得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 像我们家女儿吧 她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是每一年都有新内容 老师觉得她刚开始以为她学习特好 后来发现她学习没那么好 后来发现她有其他才能 后来发现她其他才能还特别优秀 所以一个个新的发现 就让我们觉得 说孩子本来就会长成她本来就是的样子 所以说我就不焦虑 我觉得就像我女儿吧 不论她将来是干什么的 她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 所以我就从来没担心过 我不担心 我反倒更担心的是 就是manner吧 就是诚实 你看美国这个对于什么pleasurism 对这种honesty work ethics 在工作岗地上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要强调的 我觉得不论是哪个孩子 就这一点上 我从来没有放松过 我说比如说Max 作为男生对于女性的尊重 对吧 对于家人的这种爱护和尊重 这个我觉得都特别重要 学习你说得个弊 得两个弊 有什么关系呢 顶多上不了哈佛 上不了哈佛还会死 真的 但是有一些事真做错了 还真就是不能原谅的 会对你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 就是说孩子基本上还是要抓住 另外就是说我们全家都是对于孩子 一定不能走捷径 哪怕就是你刚开始没占张什么便宜 你上了一个 比如说你特别想上哈佛 后来呢你没上上哈佛去别的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走捷径 我们就实打实的 我觉得mission office 其实他也会看 比如说他一看吧 他就觉得你是不是匹配 上大学一定要看匹配度 对吧 像Max这种学校 他妹妹就不合适 那弟弟还小才九岁 就不谈了哈 那个我们家全放羊了 真的是顾不了了 我现在工作 你像我这个年龄 我一天工作差不多14到15个小时 那样不夸张 所以说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我能做到的是我以身作则 我觉得我作为女性 我女儿就是自强自强 这个词好 像残检 实际上不是 就是觉得到了不能任何人 人对自己要求不要太低 什么时候都要努力向上 你这样才有资格去教育别人吗 否则你自己这么失败 别人一说你 你没什么资格教育别人不是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 自己不行 老指望人费度特高 是吧 你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 你放到别人的身上去实现 其实没有用 他也不会实现 你只能失望 关系还特紧张 我觉得我们家最优秀的一点 我倒不是觉得 他们要上什么学校 而是我们家这五口人关系特别好 他们仨关系特别好 我就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成功 其实全都可以不谈 但是上学呢 好的大学 为什么我们家又觉得说 这事儿也值得花钱呢 是因为大学会给 它是一个平台 它会给你很多机会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给你输送到正确的机会和平台上呢 你的人生可能就会顺利的走 我不希望说 上了一个好大学以后 人生最高点 回头想起来总是说 哎 兄弟我当年也是从哈利亚的 但是呢 我是希望一步一步走吧 总是往上走 就是从来不要放弃 我那时候跟我们家三人说 我说你知道你每天要学一个 一个字中文的话 你知道你一年就是三百多 虽然听上去觉得说这不可能 因为第二天你会忘记第一天 第三天会忘记第二天的 但是这是一个想法 就是觉得坚持不懈的 你看我我就说我自己好 我就跟我的儿子说 我说你看我的这个年龄好 我从三十岁开始 我就考过CFA 我后来又考CPA 我就是每年我三次跑妇产 我从来没有耽误我 我考CPA考CFA 然后呢 所以为什么你知道 国内有的家长吧 总是说说 你看我们的全职妈妈 你看我们多辛苦 为什么在我们这种 这种妇女中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因为我们又是全职妇女 我们又全职带小孩 我们什么事都是靠自己 当然这种的 直接后果就是不能够说 那个特别美丽了 但是这也没办法是吧 总是有其上 就是这点是 我觉得我们全家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 我和他爸爸其实都挺努力的 都做自己的事 起个表态所能吧 也就是对 上了一个大学 尽力就好 我觉得这个 朱连妈妈讲的特别好 那个麦克斯妈妈 就是有个家长 特别要转达 感谢 孩子妈妈太棒了 这个价值观绝对赞 教育观特别赞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当时 我说一定是把您 叫我来一起 因为我觉得咱们在 咱们其实有一年的缘分 不像那个别的孩子 咱们跟我们时间长一点 当时和您聊吧 第一次见面我记得 麦克斯妈妈给我发了一个 孩子的简历 我们只是这样 打电话要见面之前 就你们是很认真的 虽然我只是 其中一个选项 但是你们就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text很长 就他对孩子就是了如指掌 有些家长说的失望 说的比较大胆一点 有的家长是 是没资格做家长 我们接触一些非常问题严重的家长 就和你说的一样 他自己不成功 会把这个规矩 让孩子就全部给孩子这个压力 然后另外一种的超人家长 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Dominate整个的process 就孩子是他的 property 这很恐怖啊 因为孩子和父母的关系 很有很有意思啊 他是一种法律上意义是父母 但是呢你就很难界定 你刚才说一个立场 有个人和你说说 那个谁谁的女儿进了哈佛 他应该骄傲 然后你马上就否决 你说他都不进哈佛 就不骄傲了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好的一个点 很多家长啊 他是出于好意 但是被周围的媒体啊 和这种误导给影响 导致了这个生结果 他就认为成功导向 这是国内的一个观点 就是一降功成万古乎 就是我孩子 你好努力 你进了哈佛 你说宝贝女儿 我就特别proud of you 这对孩子是非常有harm 为什么 孩子会性别暗示 我不进哈佛 我就不是女儿 我对不起你 那我觉得如果这种的话 孩子会非常不健康 他会压力很重 那一次的孩子压力很重 不好 那脸皮厚点还能好一点 脸皮不厚的孩子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uncondition level 美国一本书 或者给大家分享一个截屏 那么说讲一个核心 对一个孩子从小表达到表达一点 不管什么发生 你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 这个非常关键 孩子就会敢于出闯 因为你如果在任何条件 你听话 你好好生怎么怎么着 他就会有负担 他认为这是我做这个很有这个 所以我觉得您是 我这边家里也有很多 很历史的 但是我觉得从表达作用 从这个孩子数量来讲 你是最难的一个 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特别好 妈妈没有坚持的 全职妈妈这是一个伪命题 你可以坚持 那你就不管 你甩给老人 对不对 所以我特别赞同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因为我一个家长在听讲话 我不想只是给一些考虑讲座 那个很简单 我什么时候讲完 我更多的希望家长看到 为什么 不用规划也可以达到 老多孩子需要 当然你如果孩子像麦克这样 没问题 你就单身想来一下 找我们就行了 如果你是没有这个能力 你觉得工作太忙 或者孩子太多 或者你不像那个 朱莉亚这么自律 因为自律这个是 这个很容易玩 不是都这么自律 然后呢 男性要避免油腻 对吧 女性的话就是强不息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家长的就是 一定要这是一个代表 你的努力付出 你的孩子这个性格的培养 我们对这个专业 和他个性能发掘 加上孩子本身的努力 三个缺一不可 千万不要以为 谁可以提点服务 没有人可以提点服务 基本上我差不多了 特别感谢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 Q&A的部分 这个是 问Mac 就是 Why did you choose Williams over other liberal arts college if you applied? So it was really the small class size because it was only 500 students it means that Williams puts in a lot of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all of them have a good experience so that they can eventually get good jobs and then donate more back to the school So with that kind of investment us with like one million in that means they really put in the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afterwards you get a great education so that you can pursue greater things in either graduate school or finding a new job or interning somewhere amazing and so that was the kind of experience I felt was best for my education versus something I get within the public school like the UC system where I just become one face in thousands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多的 我可以回答一下 真实的情况是 当时听了 半介绍这些学校呢 就觉得Williams特别好 其他学校也没申请 也没参观 所以说呢 这个没有可比性 后来真的就只有 跟其他 当时我们还申请 当时是Princeton 是waitlisted 后来我们也没再pursue 觉得说可能一个气泡 也不一定大 另外一个 后来发现确实说 性格匹配度挺高的 因为没申请其他学校 也没参观 去哪里一趟 去嘉峰那个Pomona参观了一下 后来想算了吧 离家还是这么近 就 对 我觉得我补充一点 就是当时Max Mama来看学校 当时我们在办公室 有两个大的海报嘛 写排名的嘛 我们就聊 因为当时我们这边选票 不是越多越好 我们是实际上匹配度 就聊 因为父母的话本身在美国 是我各种教育 然后他们也是表达了 Max表达非常强烈 他说他喜欢在UC 他希望离家近点 可以帮父母照顾孩子 弟弟妹妹啊 包括他就是说他觉得无所谓 因为他觉得我在哪都能学的好 无所谓 他其实真的真心的想法 他这种配合性的人格啊 我们做起来做二十个人就没问题 但当时我和爸爸就说 你就三到四个撑死 我说反正不和你一忙没问题 然后那就冲下冲高的 所以我们总结了哈 我功力学吧 值得去的就No.1了 我们就挑个No.1 然后也确实小 然后呢 东西也确实不太一样的领域 然后另外几个大功力呢 我们就挑最难的 就这身就比较匹配的 所以真的很简单 Max不是不能生 也不是没时间生 他就不想生 他想的非常清楚 他非常清楚 我觉得这种孩子的话 看情况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对号入座 因为有些家长的孩子 可能没有想法 你反正要在家 因为他可能属于 就是属于 正好在那个edge 两边度也不强也不弱 那可能就相对 把精力放在那种 target school 多一点 下一个问题呢 是问Max 妈妈 朱利亚的 这个有家人问 If Max was just an average student academically and not so mature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differently 这个我特别有发言 我女儿学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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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今年的准备 跟班他们再合作一下 我冲一下前十个学校 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跟中国不一样 我跟我女儿说 我说你要是在中国 好像当年 像清华这种学校 你不但没有资格考 你可能初中 升高中的时候 你就从重点高中到上了呀 美国这个地方呢 它是崇尚你各种能力 像我女儿是特别有领导能力 他真的不是一般的 我有的时候看见他 我在想 这人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是他的那种领导能力 让我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很有领导才能 说不定将来能当总统那种 但是呢 学习一般般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想 就是一个人 他如果说学习特别好 他一定在某些方面 他是欠缺的 对吧 他不是非常 完全又学习又特别好 然后又社交能力特别强 又特别会说话 这种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那我这个三个 这个sample size都不行 那到第二个时候呢 学习就不行了 那学习不行的话 也不是说差 就说不是完全是A了 对吧 现在已经有两个B在成绩站上了 那在low high school 如果你有两个B的话 我估计排名至少 得排到200名以后了吧 但是呢 我们就发现他这个人呢 比如说非常擅长演讲 非常擅长这个Model UN啊 甚至有什么 什么模拟联合国啊 GNC啊 他每一个club 他都能做到president 你像Model United Nation 这种话 纯白人的一个活动 他们学校里大概有30多个人 在Varsity 就他一个亚洲人 他是president 就说当你发现他 这个方面不行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说 我们爷爷就是这样说 说这孩子你学习不行 你就得抓他学习啊 为什么要好呢 像我们在Miles 学习好呀 还得再好 要好上加好才好 我说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对吧 你不是说我也想啊 但是问题是 既然他学习不好 那我们就认了 就是在数学上我们不行 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很行 对吧 那我们就发展那个很行的部分 所以说Miles如果学习一班 我相信他 我就根本不会考虑 让他考虑医学院 因为医学院把他这个 你看他step123 然后考试这个MCAT 都是非常非常要学习好会考试 你像Miles他从高中开始 他就显示出来 他考试真的是不费心 大家那时候我们去 Low High School的时候 别人都跟我 我邻居跟我说 pressure cooker 到那去以后 到那就得死了 就是每天晚上作业 只做了两点 我Miles四年高中 我没见过他做过作业呀 总是课间都弄完了 然后回来每一个都轻松了 所以我就误以为 原来我还误以为说 这个学校很轻松 到我女儿我才发现 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啊 但是呢 我也不慌张 我觉得能力有大小 是吧 像我们家三星大 我看就什么都不行 但是我想 迟到每天 我会发现 他有他行的地方 一定会有 只说你没发觉 他爸爸每次都说 说我们觉得 这怎么 我们全家的数学都不错 怎么就你的数学 怎么不上档次呢 但是问题就是说 那事实就是这样 对吧 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 那我们同时也意识到说 你看像 像我们中国女孩子里面 然后就华人里头 你很少看到有人说 你可以站在那演讲 就是十分钟不打笔稿 你可以跟任何人讲 任何话题都能这么能讲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才能啊 在公共场合说话 各方面 你不敢想象 但是呢 你看一到数学化学 你看到晚上开始写作业了 那头一只 基本就不灵了 这个时候就看你变傻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从来没有 因为这些人是耻笑过他 我就是问他 我说你是想学习呢 我知道你不行 我已经承认不行 那我们就跟班 他们那边联系一下 你看我们上次考试的时候 他考SAT 对吧 你也知道 他考SAT第一考 也不准备以为自己像MAS一样 上次就考了个740 740 我说那你这1460 还申请啥学校啊 就赶紧吧 这不是找了你们吗 那个还真是有效 大概是 他是8月份 他8月份考的吧 大概成绩是10月份出来的吧 他又考12月份 就大概就一个多月好像 就一个多月 各提高了 他后来考的是1540 777 他最厉害的在于 你看他通过 这次在那儿学习一下 他那个写作 我记得你看写作 那个SAT好像是888 是吧 满份 应该是24 24 24的话 他应该从 他第一次考 他大概才考到666 他第二次去那儿 跟那个老师Michael 还叫什么的 弄完以后 他好像至少是两个8 好像前一个是7 还是6我忘了 反正就是特别高了 就觉得说这个确实很有效 我觉得说 如果说意识到不行 那就寻求帮助就是了 如果帮助完还不行 那就这么 对 一点真的很好 因为家长可能不知道这个 这个女儿多有希望 他就是不现场 而且他是那个加州那个 那个那个选美是前几名 他当时 Miss California team pageant tea pageant 那个不是亚裔的 那个不是星岛上蒙人的 那个啊 就亚裔的小社区 那个是全加州 什么家族裔都有 那个气场 你看不像一个海 他像一个专门走过替台一样 非常有自信 那种自信是很难在亚裔天上 见到的 后来妈妈就很担心 哎呀说要不要我们异地周日他 我说我说太亏了 这么好的朋友 别别别别整浪费浪费 那两个bih还profile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在乎 就怎么样吧 应材失教 我觉得应材失教 这个太难了 就是你没有用Mars经验来带命 你就就事论事 这非常难 嗯 对对 是的 我觉得Max妈妈身上最值得家长 学习的一点就是不盲目的焦虑 就因材失教最重要 这个跟我们的教育理念也是非常的match 对 下个时候的讲座 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家长可能就说 因为他们收入比较高 就是没法避税 只能读加州 那没法拿着反正是AID 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讲 关于bih局之下 加州大学的申请讲座 这个我们主讲 Eric做了12年这个咨询顾问 特别专家 他每年我都录一堆 然后呢Catherine他是学生 这个孩子呢和Max完全相反啊 他成绩还凑合 他不像那个Max爱好那么多 他就比较普通 他没有什么太多兴趣 很好的孩子很听话 就乖乖女 这种感觉 和Max完全相反 Max非常好玩 你一见他可能觉得 从长样上不是grind save 但你听到活动 你觉得哇这孩子太有个性了 所以这个女孩当时我们最大的焦点就是 怎么把他非常平的活动给 给 externalize 然后他的assay非常难写 为什么 不是他英文的问题 是他素材 所以我当时很愁 结果也最后也是他起样难度超级大 你别看录音结果不错 他难度非常的大 他比乘以差的难度大多了 因为他太平了 没有任何波兰状况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家长群呢 已经超过200% 只能交邀请 所以有兴趣的家长 如果想收到一线的教育信息呢 你就加Ally那个微信 他会加你住群 我们那个群里面都是一些家长 然后我们也没有刷屏 基本上就是每周讲座发一发 然后也不会有人单独加你微信 如果有人加微信的话 那可能是别有运信 不是我们的人 这是我们自己的频 给大家说一下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特别感谢那个朱莉尔和Max 能够这么坦诚 给我们分享这些东西 非常感谢 感谢朱莉尔和Max 今天的分享 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能帮助家长们 还有孩子们 更全面的了解 Liberal Arts大学 那如果之后想了解 更多关于 Enlighting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扫描这个屏幕上 我的二维码咨询 之后每期的讲座预告呢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发布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再见